哇,非常鲜甜 然后我们给点蒜米油 哇,绝配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今天我们来一道猪肉面馅 猪肉面馅我们有准备了一包的面馅 然后10克冬菜,冬菜我们去冲一冲水洗一洗 然后120克的猪肉碎 适量的竹笋,这竹笋已经泡发好了 之前我有教过的 然后呢,适量的原菜 然后呢,我准备了600毫升的鸡汤 如果你们是没有鸡汤的话,清水也可以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肉碎可以拿到肉气 好,那第一步呢,首先我们就研制猪肉碎 猪肉碎呢,我们给少许的盐 半茶匙的酱油 一茶匙的风车粉 再来呢,就是这个冬菜我们拿一半 拿一半把它切碎 放在一起 然后就这样搅拌均匀 然后就这样搅拌均匀 少许胡椒粉 还有少许的冰糖花 拍一拍 拍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在一个盘上面 然后呢,按成一个肉饼这样 好,这里里面呢,就有两树 这样我们用一树就够了 好,开火 加入我们的鸡汤 冬菜 一汤匙酱油 适量的盐 胡椒粉 跟冰糖花 滚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先煮菜 OK,好 我们先起菜 菜我们放一边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煮面线了 煮生也把它放下去 然后肉饼呢,我们也把它放下去 这里呢,我们就开中火一路煮 煮到它肉饼熟位置 好,这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试一试看 够不够味 哇,非常鲜甜 真 好,现在我们可以切面了 好,肉饼也可以切了 好,最后我们来点葱花 然后我们给点蒜米油 哇 绝配 好,猪肉面线完成 那么这道猪肉面线呢 只要你按照我所有的步骤 就可以轻易完成了 学到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咱们来看 好,谢谢大家 稍微的 overlap 你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